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大幕 日前已留校任教16年 成为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负责人的彭志强 回忆起自己的高考经历 仍然难忘当时的不甘 我是2005年参加高考 是理科大类 在当年的6月份 满怀期待地去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然后大概6月底 获得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成绩的话让我终身难忘 刚好是444分 心力是十分不甘的 因为自己预估远远比这个分数要高 心有不甘的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态调整后 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 最后选择了湖南的一家职业院校 那通过一些天的调节之后 然后在当时我在去填取资源的时候 经过生世熟虑 结合自己对于专业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就填报了这个湖南铁楼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受控技术专业 入学第一年 彭志强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一年之内完成数控专业所有理论知识学习 那一年 他每天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 追着数学老师解答疑难杂体 自费课外学习三维建模软件 甚至还跨专业学习了其他课程 到了大二 他有一门心思铺在实操课程上 积极报名参加各类技能竞赛 与其他院校优秀学子切磋交流的同时 不断提升巩固自身技能 在高中三年 确实错误了一些良好的机会 所以在进入大学之后 给自己制定了一些详细的计划 提前的去学习一些 专业相关的一些其他的 先进性的知识和技能 2008年毕业季 彭志强因为专业技术过瘾 加上当时学校新建了实询室 需要招聘老师 在班主任的推荐下 他留校成了一名实询老师 一晃19年过去 彭志强已经从一个 对高考成绩不甘 入职高职院校的学生 成长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 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优秀教师 如今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高考 彭志强有一些释怀 从我的个人成长经理来看 我觉得依靠电中生不成立 此外我的学生也是 我的学生在进入我们学校以后 随着我们继续的介遇 继续的去培养 这些学生后续都成为了 单位的技术骨干 有部分同学甚至考上的本科和研究生